接着带你来吃美食 说到国载条 大多会想到是在路边摊啦 或是小吃店才会出现的食物 其实如果能够好好的设计 也可以摇顺一遍成为高级料理 高雄市大树香的两位美食班老师 为了要推广地方美食 因此把国载条搭配上艺术摆盘 不但美观好吃 而且还从三五十元的低价商品 变身成为高档餐厅的减餐料理 国载条经过创意加值 其实也可以媲美意大利面 大树区美食 特训班指导老师陈明辉 马永珍在高产锅炉间大师魔法 把国载条变成一道道精致可口的料理 让平常路边摊三五十元的小吃 摇身变成高档餐厅的餐摇 身价翻了好几番 美食特训班4月2号开训 陈明辉 马永珍两名主厨大秀 厨艺把国载条汆烫个五秒捞起来之后 搬上橄榄油等各种口味的酱汁 搭配南瓜泥 茄子 海鲜或包上胡瓜丝 菠菜等料 最后来个艺术摆盘价值感截然不同 做成的减餐一份至少可卖上一两百元 想象不要掉 它只是一个做 做一个粿子汆烫啊 要不然就粿子炒而已 但是今天我们会并发出不一样的火花 就是说让它跟西式的结合 大树区长黄传英说 这项改造酒区堂的计划 已经吸引不少旅外的油脂鲑鱼返乡 准备投入创业 当地的电竹因此水涨船高 商机浮现 《纽约报》记者网昭岳高雄报导 《纽约报》记者网昭岳高雄报导